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同时这次的访问也被看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的开篇之作 那么中国周边外交在新时代的蓝图怎么样来勾画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的新征程又怎么样来开启 马上进入今天的演播室访台 好 那么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了东南亚问题专家云南省舍科院的朱正明老师 你好 同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副研究员陆永坤先生也将我们保持全程的电话连线 那么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出访越南的一些具体情况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2号至13号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19大后首次出国访问 也是继2015年后中越再次实现最高领导人一年内互访 访越期间 习近平先后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 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举行会谈 双方达成多项共识 双方同意保持和加强高层交往优良传统 双方同意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合作文件 促进地区经济联系和互联互通 双方同意扩大文化 教育 媒体 卫生 旅游等多领域合作 双方同意按照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妥善处理海上问题 稳步推进包括共同开发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海上合作 共同致力于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 双方同意加强在联合国 世界贸易组织 亚太经合组织 亚欧会议 中国东盟 蓝沧江 湄公河合作等 国际和地区框架内的配合 会谈后 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 共建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合作备忘录 以及产能 能源 跨境经济合作区 电子商务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署 此外 习近平主席还会见了越南国会主席阮氏金银 并在阮氏金银陪同下 出席月中友谊工落成移交仪式 即核内中国文化中心接牌仪式 习近平向阮氏金银移交项目金钥式 月中友谊工项目位于河内市 总建筑面积约1.38万平方米 是中国对越南援助的标志性工程 河内中国文化中心是中国派驻越南的官方文化机构 目前 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旅游市场 越南也成为中国在东盟最大的贸易和旅游伙伴 习近平主席访问越南期间 中越共签署19项合作协议 评论认为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推动中越关系迈上新台阶 那么回到演播时 我们来开启今天的话题 先请教路文坤先生 我们说这一次是时隔两年之后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访问越南 同时也是一年之内中越两国的领导人实现了互访 可不可以说是中越两国的关系开启了一个新的局面呢 中越关系开启了新的局面 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方面是中越两国领导人对两国共同利益进行了再确认 也就是两国未来要坚持经济发展 加强这个一带一路和两郎一圈这些战略合作的对接 加强产能合作 能源合作等等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双方加强了对共同利益的再确认 第二个就是双方对共同关切达成了重要共识 南海问题 海洋安全是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那么这次会议上双方领导人不仅是进行了磋商 而且就相关这个海上合作达成了共识 签署了相关的协议 那么两国领导人有了这样对共同问题的这种关切的话 那么有助于保持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 第三个方面是两国领导人对未来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共同的策划 那么在维护海上安全加强经济合作的同时 那么未来五到十年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是 中越关系将在一个经济合作 政治互信的这样一个层面上平稳的发展 所以说中越关系开启了新的局面 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朱正明先生 我们说在习近平访问越南期间 我们看到是我们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和越南的两廊一圈 合作备忘录以及多个领域的合作文件都得到了签署 应该来说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的对接体现了一个优势 这个优势怎么样来解读呢 这个备忘录就把两栏一圈和我们一带一路 完全齐合在一块 两个战略的齐合点的话呢 就共同来推进两栏一圈和一带一路的结合 这样来对我们双方的发展呢 是有很好的优势的 我们两栏一圈呢 他们的两栏一圈呢 和我们的一带一路 共同打造一个海上丝绸之路 通过经济的直点的话 把我们中国的南部这个省西 和越南的北部的发展连在一块 不但连在一块呢 随着两栏一圈和我们一带一路的扩展 那么一带一路呢 还要延伸到下面的东南亚国家 还要延伸到海上丝绸之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习主席反过越南 双方定了这个以后呢 就会推动我们一带一路呢 更加有个结地的结立点 那么刚好呢 越南方面呢 它要发展和我们中国的经贸合作 还要发展和我们的 这个一个共同的 开拓一些中国的市场 是就非常有利的结合了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 双方得到了很多的共识和默契 才会在这一次习主席反问的时候 签订了这个备忘录 那么我们认为呢 随着这个我们中国的一带一路 和越南提的两栏一圈的结合点 结合在一块的话 将会有效地推动中越两国的经济合作发展 也共同地推动深化中越两国两栏的合作关系 一带一路和两栏一圈的这个契合 对我们云南省来说 鼓舞了我们云南省 进一步推动我们的昆明道和内海防 这一条经济走栏的发展 这条经济走栏的实现 将会进一步地把云南和越南北部 经济合作推向前进 其实说到这个中越关系 其实往往我们不能回避的 还是可能中越两国在南海方面的问题 接下来请教卢文坤先生 那么我们说这一次习近平总书记的访问 双方还就妥善处理海上问题 稳步推进包括共同开发在内的 多种形式的海上合作 这些问题达成了一个共识 怎么样来分析这一成果 接下来南海问题 特别是中越两国之间 关于这个方面存在的一些争议 会不会得到一个好转呢 我想未来南海问题的走向 将会进一步保持稳定 南海也将是出现一种 合作大于分歧的局面 首先来说中越这一次达成 这种海上的这样一种共识的话 再加上此前的中非关系的转环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 中国与相关东盟国家 就南海问题的争端 这个层面上来说 会趋于一种瓶颈 其次来说 中国跟东盟已经就 COC暗闻的这种搓山启动了 那么COC暗闻的搓山 有助于双方共同的达成共识 维护海上的稳定 再加上此前中国东盟 就这个海上的这个 就是意外相遇准则的这种实施 也达成共识 所以在中国东盟层面 双方就维护共同的 这种南海的这种稳定 也是有共识 而且有共同的举措 第三个方面的话 就是美国 由于美国的政策 最近一段时间来看 美国对南海的关注 相对的这个程度 是在降低 那么一旦是美国降低 对这个海域的这种关注的话 有助于南海继续 保持这样那种稳定的局势 最后一个方面就是 21世纪海上丝绘之路 从2013年提出以来 到目前为止 进展相当顺利 那么中国跟马来西亚印尼 包括甚至跟菲律宾 越南这些国家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这种合作 已经逐步成型 而且相关这种旗舰性的项目 在落地 在实施 所以也就是说 21世纪海上丝绘之路 引领了海上的合作 那么以上四个方面 就表明 未来南海的这种局势 将更加趋于合作 趋于稳定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请教朱老师 我们说这个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次习近平主席 访问越南期间 还出席了中越友谊公的 这个落成衣交的仪式 我们知道这个友谊公 是我们云南省箭头集团 来承建的 您分析 当然我们说 它肯定是有一个 中越两国友谊的 那么一个象征的意义 那么下一步 在未来中越两国的交往当中 还会发挥一个 什么样的作用 那么就是我们在越南 有了一个 洪阳中华文化的 这么一个点 也有了一个 加强中越两国联系的 一个具体的点 它作为一个 民间交流的一个大使 这个尽管是个建筑 但是这个大使的作用 将会作为一个 象征性的标志 树立在河内 一个很显眼的地方 那么中国和越南的关系 看到这个建筑 我们就感到 中越两国有了 这么一个固定的场所 专门开展中越文化交流 思想交流 将会有力地 促进中越关系的发展 特别是我们感到 作为云南人 我们也感到很自豪 所以我们云南的 营头集团去投资建设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 所有这个友谊共的建成 能够从云南的角度来看 进一步促进云南省 和越南的交流 和我们的友谊 那么在结束 对越南的访问之后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11月13号到14号 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进行了国事访问 这是时隔11年 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再次对老挝进行国事访问 具体情况 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在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老挝人民报 巴特辽报 万象时报发表题为 携手打造中老具有战略意义的 命运共同体的署名文章 访问老挝期间 习近平主席同老挝人民革命党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国家主席本阳举行会谈 双方一致认为 共同打造中老具有战略意义的 命运共同体 符合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 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景 有利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双方同意加快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同老挝变陆锁国 为陆联国战略的对接 共建中老经济走廊 推进中老铁路等标志性项目 提升经贸合作规模和水平 促进两国经济优势互补 双方同意深化文化 教育 科技 旅游等领域合作 密切在联合国 亚欧会议 东亚合作 蓝仓江 湄公河合作等 多边框架内协调和配合 会谈后 习近平和本阳 共同建成了中老经济走廊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丝绸之路 科技 农业 电力 人力资源 金融 水利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署 除了会见老挝政要之外 习近平在外向还有两场会见 特别引人关注 一是在老挝人民革命党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国家主席本阳陪同下 会见了老挝人民革命党 中央委员会前总书记 前国家主席朱马李 二是会见老挝奔舍纳家族友人 朱马李在担任 老挝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十年间 为中老关系实现跨越发展 深化中老传统友谊 做出重要贡献 而老挝奔舍纳家族友人 则是老挝前外交大臣 桂宁奔舍纳的后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 曾在北京生活学习 是中老传统友谊的 见证者传承者推动者 这是一次着眼时代友好 弘扬传统友谊之旅 也是一次面向老挝基层民众 饱含温情之旅 习近平访问老挝 谱写了新时代中老友谊新篇章 好 那么回到眼波时 我们来继续探讨 今天的话题先请教朱老师 我们说有一种观点 说中老关系的发展 始终是走在中国和周边国家 关系发展的一个前列 那么这一次是中国的 党和国家领导人 时隔11年 再次对老挝进行一个国事访问 您是怎么样来解读的 这个中老关系呢 一直是非常密切的 这次习主席去访问老挝的时候 又是确实是对于老挝来说 是一个他们说期盼已久的大事 那么中老关系的密切度呢 是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 已经有很长的历史 今天老挝执政的人民革命党 早在60年代呢 就和我们中国共产党 有很密切的关系 我们和老挝呢 没有领土纠纷 我们也没有别的什么历史恩怨 这个是一个好的客观条件 但是我刚刚所说的 非常难能可贵的 所以他这样一个小国 在他的周边的国际环境 对他在某个方面 是不利的情况之下 老挝能够非常明辨是非 大事大非非常清楚 支持中国的这个国家统一 支持我们领土主席的完整 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正因为这样说 在习近平主席 在会见贵林奔生的家属的时候 他有提到一句话 习主席说 说老挝是中国的铁杆朋友 习主席像这样的话呢 还不多 所以从这句话我们看到 我们是高度重视 发展和老挝关系的 同时我们讲平等 中国是个大的发展中国家 老挝是小的发展国家 不因为你小 我们就认为可以另一样相对 不是 刚好相反 我们给他提供了很多援助支持 反过来刚刚所说 老挝也给我们提供了 很多的支持和帮助 双方的相互援助 相互支持 所以这一次习主席反文提到 我们要共同建设 老挝的战略性中老命运共同体 也是针对老挝提出来的 这显示了中国对老挝的重视 朱老师您刚才是说到 新明总书记这次访问老挝期间 是专门安排会见了 老挝奔舍纳家族的友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呢 那么桂林奔舍纳呢 我们在60年代的人都知道 当时是老挝的外交大臣 桂林奔舍纳 结果在老挝当时发生 这个军事政变的前夕 右派反面反面 政变之前呢 他是当时老挝的 和平中立党的主席 结果后来呢被暗杀掉了 暗杀掉以后呢 他几个子女呢 就有可能要受到迫害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中国就把桂林奔舍 他当时是外交大臣了 就把他有12个子女 那么就把8个子女 就截到我们中国来 在中国的这个学校里面学习 当中的在八一小学 学习的几个子女当中 就和当时的习主席 在同一个学校是校友 所以我们从镜头里面看到 好几个桂林奔舍纳的 这些子女啊 见到习主席讲话的 都流眼泪 非常感动了 习主席才会说 中老两国 从这个桂林奔舍纳家属里面 反映的中老关系的 讲平等重感情 这六个字 习主席讲的 确实体现出来 很深刻了 所以我们来看 桂林奔舍纳家属 和我们中国的关系 和习主席 专门和他们的 这个友人的关系 也反映了什么 反映了我们中国 和老欧关系的稳固 深化 确实是中老关系的这种 铁杆朋友的关系 确实除了刚才我们说的 叫做一往昔中荣岁月 其实在现在的 我们的现在眼前 这个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 其实中老两国也是确实能够 找到更多的一些契合点 接下来请教陆文坤先生 那么这一次我们也是注意到 双方是同意加快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同老国变陆所国为陆联国战略的一个对接 共建中老经济走廊 那么这一成果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中老共建经济走廊 尤其是中国帮助老挝修建这个中老铁路 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来说 他帮助老挝实现了一个梦想 因为中老铁路对中国而言 仅仅是一条铁路而已 但是对老挝来说 由于他国内没有这样的这种铁路的 这样基础设施 所以老挝人民对这个修建铁路 带动延线的这种发展 一直以来是他长久的一个梦想 甚至是他一个国家的梦想 所以我们修建中老铁路 帮助老挝实现了一个梦想 这对老挝国家的发展意义很重的 其次我们修建这个中老经济走廊 经济走廊 它一定会带动沿线的发展 它是一个产业链 一个经济区的这样的一种发展 那么这个走廊的发展 一方面促进铁路的建设 同时呢 也会带动沿线解决沿线的就业 和一些民生问题 所以我想走廊的建设 是老挝和中国的合作 同时能够实现老挝跟中国的 共同的发展和共同的繁荣 第三个方面呢 通过老挝铁路的 以及走廊的这种建设 实现了老挝这样一种连通的作用 把它从鹿索国变成鹿连国 实现了老挝跟中国 跟东盟的这样一种互联互通 那么中国东盟的互联互通的实现 有助于泛亚铁路的实施 也有助于这个一带一路倡议 在周边国家的实施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连接老挝对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是具有实质性意义 其实为什么我们要深刻的分析 这一次对习近平总书记 对越南和老挝两个国家的访问 其实世界范围内很多的媒体 都把习总书记这一次的访问 称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 周边外交的开篇之作 请教洛先生 它的重大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习主席的出访重要意义 有四个方面 首先来说的话 它是向周边国家 以及全世界传递了中国新一届领导 集体在十九大以后 中国内政经济外交的一些政策动向 那么这个政策动向的传递 意味着中国对这个地区的这种引领 的这种作用将会进一步上升 事实上全世界传递了一种信号 中国将继续推动这个世界的和平 发展与合作 我们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样给世界的一个信号 是非常明确的 第二个方面来说的话 中国要进一步引领这个地区的发展 尤其是习主席在APEC会议上 表明中国政府将继续推动建设FTAAP 也就是亚太自贸区 那么在这个逆全球化的浪场当中 中国将继续推动这种区域的经济合作 将继续通过一带一路参与 引领整个地区的发展 中国的这种引领作用 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更加明显 第三个方面的话 表明中国对周边国家的重视 那么这次习主席的出访 包括李克强总理的出访 都是在中国的周边国家 周边是中国外交的首要 那么我们领导人在十九大之后 第一次出访的地区就是周边 进一步凸显 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 在未来五到十年当中 会进一步的更加重视周边国家 周边在中国外交中的战略地位 将会进一步的提升 第四个方面就是习主席的这次出访 表明中国政府将继续稳定不移地 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建设 那么这次不管是在老挝还是在越南 我们都就这种一带一路合作 达成了许多务实的倡议合作和协定 我们签署的一些协定 涉及到了基础设施建设 产能合作 能源合作 甚至包括数字丝绸之路 电子贸易等等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一带一路倡议 通过习主席的这次出访 在两个重要的东南国家 都取得了这种务实的成果 那么未来这个一带一路倡议 将通过东盟走向世界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听听朱老师的观点 我们说到这个新时代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我们说到这个新的征程 您的解读又是什么呢 那么最近几年 我们周边外交当中 不断地大国外交 新型大国外交关系 在推荐同时 我们有加强周边外交的一些活动 通过这次习近平主席 首次在十九大以后 访问两个东南亚的国家 也是我们周边邻国的重点国家 又是我们的直接山水相连的邻国 它的示范作用呢 将会逐步在我们 邻近的国家当中反映出来 所以显得这两个国家呢 除了刚刚所说的周边外交 以外呢 我们还有一条就是说 我们有共同命运的国家 我们要推进社会主义事业 这个事业呢 也是我们共产党人所追求的 美好的理想这个方面 所以这一点的话 有特别透出的意义的 好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 带来的分析和解读 谢谢 好的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日前在内比都与缅甸国务资政 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季 举行了会谈 并共同会见了记者 王毅表示 中方提议建设北企云南的人字型 中缅经济走廊 打造三端支撑 三足鼎立的大合作格局 那么云南作为这个 人字型中缅经济走廊的开端 应该发挥怎么样的作用 本台驻缅甸记者 专访了外交部长王毅 这里是缅甸首都内比都 今天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开始了访免行程 在这次行程中 中方提出了一个新的构想 那就是建设人字型中缅经济走廊 这个构想受到了各方关注 被认为是中缅共建一带一路 政治共识的具体化 也被认为是一带一路建设中 一个看得见没得着的成果 人字型中缅经济走廊指的是建设北起中国云南 经中缅边境南下至曼德勒 然后再分别向东西延伸到仰光新城和角飘经济特区的 人字型中缅经济走廊 形成三端支撑三足鼎立的大合作格局 人字型的经济走廊 这是一个很形象的一个形状 那么它的好处是在于 把我们目前跟缅甸的互利合作的大的项目 都相互联通起来 那么彼此促进形成一个集成的效益 我明确地告诉我资政 那么中缅建设经济走廊 首先是要考虑缅甸国家自身的发展的需要 根据缅甸的国家发展规划 那么我们来同缅甸通过平等的协商 来探讨这个走廊的发展的前景和它具体的规划 中缅双方仪式认为 构建人字型中缅经济走廊 应该从缅甸最急迫最需要的项目入手 尤其是缅甸急需的民生类项目 那么资政女士跟我讲 是不是可以先从交通啊 从电力开始 从一些最需要的一些路段开始 我说我们恰恰想法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愿意从缅甸最需要的领域开始 从最紧迫的项目开始做起 尤其是要汇集到缅甸的民生 云南作为人字型经济走廊的起点 王毅部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也对云南在建设经济走廊中 所能发挥的作用给予了厚望 对云南当然是个好的事情 实际上云南跟缅甸山水相连 那么有着独特的进行友好交往的条件 而且有了很好的基础和积累 希望你们把这个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作为中国对缅的整体交往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希望云南能够继续走在前边 能够继续发挥你们的先锋的作用 包括在这个走廊的限制过程当中 也希望发挥你们云南的聪明和才智 跟缅甸的朋友们一起来共同探讨 来共同的推进 王毅此次访免为期三天 与缅甸政府和军队领导人进行了会谈 并出席了在缅甸内比都举行的 第13届亚欧外长会议 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联通本台驻缅甸记者封英 来听听他的一周观察 封英你好 你好曹吞 11月19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前往缅甸内比都展开了为期三天的访免行程 中国外长的此次行程呢 也受到了缅甸各大媒体的关注 环球缅甸新光报 11月20号就在头版头条 报导了王毅外长和缅甸国务资政 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季的会谈 文章提到 中缅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 也是加强中缅双边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次中方提出 人自行中缅经济走廊的构想 可以说是受到了多方关注 如何建设这条经济走廊 也有学者呢 对此展开了分析研究 这个构想被认为是 中缅共建一带一路政治共识的具体化 也是一带一路一个看得见没得着的成果 此外 11月20号 第13届亚欧外长会议 在缅甸内比都举行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率团出席此次会议 并发表演讲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期间 来自雅欧51个国家和雅欧会议秘书处 欧盟以及雅欧基金会的三家机构 500多名代表呢 讨论了可持续发展 地区安全与稳定 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等议题 21号 本届会议发表了主席声明 涵盖了合作关系 和平可持续发展 以及雅欧会议的未来等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大会确定将未来的工作重点呢 放在推动雅欧地区的互联互通上 通过加强两个地区的联通性 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好的 谢谢风音给我们带来的一周观察 那么马上呢 我们还是要再来听听 泰国方面的情况 我们再来联系本台 驻曼谷记者彭震 好的主持人 首先关注到的是旅游方面的消息 泰国旅游体育部近日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 今年10月份 中国大陆游客付泰旅游的人数 已经突破80万人 那么比去年同期上涨了将近70%左右 极大的推动了泰国旅游业的发展 泰国官方的统计 中国游客已经占到泰国外国游客的三成左右 那么也为泰国旅游业带来了 非常可观的一个收入 那么对此呢 近日泰国政府也是推出了一个 2018升级泰国的 这样的一个旅游促销活动 那么在活动的启动仪式上 泰国旅游体育部的部长果干就表示 泰国政府呢将会推出更多的一些 包括像体育旅游 医疗旅游 养生旅游等这样的一些 屏幕非常多的一些旅游项目 更好的服务 包括中国游客在内的许许多多的外国游客 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 曼谷爆炸案又有一名嫌疑犯落网了 2015年的8月17号晚上 曼谷四面佛发生了一起恶性的爆炸案 爆炸案造成了20人死亡 120多人受伤 那么案犯的两名主要嫌疑人呢 已经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就落网了 但是这名太极的30岁女嫌犯 经过了两年多的逃亡以后呢 终于在11月22号晚上 在曼谷机场被警方拘捕了 这名女嫌犯将会面临着谋杀 非法持有武器等多项罪名的指控 再来关注到的是共享单车方面的消息 中国共享单车巨头OFO进入到泰国 已经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了 那么这段时间呢 收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口碑和社会效益 那么泰国公司的负责人也就表示 在明年的时候呢 OFO将会要发展到100万用户 以及10万辆自行车 好的 主持人 这就是过去一周泰国观察的主要内容 好 非常感谢彭震带来的报道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新视野节目的全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终于小白